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太保國中體育班 除了平日的訓練以外 我們也非常要求他們的功課 那我們希望說畢業之後 他們可以有多一條升學的選擇 去訓練角力或者是就讀其他的科系 那我知道 課業跟訓練一起兼顧非常辛苦 那我知道他們很棒 我們太保國中的學生非常有韌性 可以勇敢地撐下去 我們平常不只在訓練他們角力而已 那也非常要求他們的品性和態度 要有實現觀念 因為我們比賽的時候 可能其中一個人拖延到時間的話 可能整個比賽會來不及參加 或者是被棄權 所以要有時間觀念 我覺得他們可以堅持下去的理由 是因為他們除了有共同的目標與理想之外 最主要原因是他們大多數都是來自於單親家庭 還有隔代教養 那他們懂得之間互相的扶持取暖 還有互相的鼓勵 那我們角力隊就是一個大家庭 其實會來就讀體育班的小朋友 他們背後都有一段故事 那這些小朋友都非常孝順乖巧 那他們比賽得獎的獎金 通常都會拿回去貼補加油 那有的同學都自己繳學費 那我記得有一次我發獎金下去的時候 有個小朋友就非常開心的跟我說 我終於可以替弟弟妹妹加菜了 所以當時我聽了都感覺到非常的開心 我是一個單親家庭的小孩 因為每次玩超玩都會太晚 爸爸也沒有辦法來接我 教練就覺得我自己一個人回去太晚太危險 教練就提供我住宿 我也非常感謝教練提供我住宿 然後可以讓我有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練習 一開始會想要提供住宿員 是我們其實從我來太保國中 第一次帶隊出去比賽的時候 我們帶了二十幾個小孩 然後只贏了一場比賽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如果我們的訓練沒有改變的話 其實再繼續這樣下去 成績還是沒辦法 有所突破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就乾脆就在學校附近找一棟房子 然後就帶個學生 然後一起住在那邊 然後一起在學校訓練 因為我們的學生都是 國小沒有基礎 然後到國中才開始練 所以我就想說 這樣我們要花更多的時間訓練 所以我們就會每天課雨的時候都會練習到很晚 都會練習到晚上八九點 所以我就想說租房子的話 這樣就會讓他們比較可以安心的在這裡訓練 然後練習很晚的時候就直接在這裡休息 然後一開始是租房子 然後租個幾年過 所以我就想說不然就乾脆在這裡買房子 然後就提供學生住在這邊這樣訓練 其實我們一開始的經費都很少 然後所以一開始我們是去比賽就是 一開始是有住飯店 但是是消費都很高 一次去比賽都要五六萬 然後後來因為學校的經費也比較沒有那麼足夠 然後我們就想說 用遊覽車到台中比賽 然後變成來回 然後來回的時候就會比較辛苦 就是通常學生就是差不多四點 或者四點初就要起床 因為我們五點就要搭遊覽車 所以我們說基本上就是四點半 然後就會陸陸續續到學校 然後五點就坐遊覽車 然後去台中比賽 然後有一次還比到了晚上九點多 然後遊覽車回來之後 然後都已經十一點多了 然後我們隔天就早上 又要四點多起床 然後又要坐遊覽車上去台中比賽 這樣其實有時候還蠻辛苦的 我們太保國中角力隊的小孩 其實態度都很棒 然後他們像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家庭 他們失去了雙親 就是爸爸媽媽都過世了 然後他們家有七個小孩 然後有四個小孩都在 就是從太保國中畢業 然後還是有持續在練角力 就是有四個小孩 然後這次還有兩個 然後當選了我們的 亞洲青少年角力錦標賽的國手 然後準備就是代表我們國家 然後出國比賽 請你 亞美 這裡太保國中的小孩 就是都沒有基礎 就是從國一開始訓練 然後所以我們訓練的三年 像這次的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然後比賽完 其實大家的成績也都不錯 然後總共有十九個學生 然後當選了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其實我也替他們感到高興 然後也覺得說 付出了這三年 然後有一個好的回報 然後可以沾上最高的電台 然後代表嘉義線出獄比賽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榮耀 我現在國三了 希望可以在國中之後一年的全中運 拿下不錯的成績 我們就有四個小孩都在練角力 哥哥姊姊他們都很厲害 我希望能跟他們一樣厲害 希望以後可以選上國手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希望這次的全中運 我能順利拿下冠軍 然後也希望可以選上國手 成為爸爸更大的就好